蝶泳游是一望演变而来的 游蝶泳时,两臂划水到大腿后提出水面 在从空中潜移的技术,外形很像蝴蝶,所以而得名 为提高游进的匀速性,有人模仿海豚的波浪积水动作 从而大大提高了游进速度,因此又把蝶泳称为海豚泳 游蝶泳时,两臂要同时对称地向后划水和提出水面 经空中潜摆,身体要完全俯卧,两肩虚于水面平行 两腿动作对称同时打水 正确的蝶泳技术是以腰围中心,躯干和腿作用节奏的摆动动作 发力点在腰部,以大腿带动小腿,做上下的鞭打动作 整个形状似海豚所特有的波浪动作 游蝶泳腿打水时,两腿自然并涌 双脚掌稍向内旋成八字 当两腿在前一次划水周期 向下打水之后,两脚处于最低点 臀部上升至水面 然后双腿伸直向上移动 臀部下沉,大腿下压,膝关节自然弯曲 脚抬起准备打水 打水时,脚面绷直 并通小腿随着大腿快速打水 蝶泳臂的技术 蝶泳臂的技术是两臂在头前入水 同时沿着身体两侧做曲线向后滑水 臂入水时,手掌领先 小臂大臂依次入水 入水后,不宜向前身和过分做潜水动作 手和前臂应内旋向侧下方抓水 并逐渐向内弯曲 滑水时,肘保持较高的位置 在滑至肩下时 手掌、前臂、大臂一起加速向后推水 滑至腹下时 两手距离最近 然后两手弧形向外推水 推水结束 双臂由空中前移 肘先与手出水 沿身体两侧低位前摆 移臂速度要快 否则会造成躯干下沉 呼吸是与臂的动作配合进行的 借助两臂推水时的惯性 使头部抬起吸气 吸气时肩部应保持在水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叠勇时 先进行路上腿部动作模仿 身体左转 左手扶墙 右腿伸直在体侧 足肩触地 用大腿带动小腿和脚 由曲到身向前摆 体会大腿带动小腿脚的鞭打动作 类似足球运动员用足背内侧踢球的动作 路上躯干和腿动作模仿 背对墙 距墙15到20公分站立 两臂上举 挺胸收腹 屈膝 伸膝 膝部伸展时 臀部要靠墙 以上两个路上模仿动作熟练后 进行水中训练 伏板打腿 双手伏板中后部 脸浸在水中 要求用腰发力 同时注意动作的协调性 身体要放松 逐渐过渡到伏板的中前步 抬头练习 跟边滑行大腿 同自游泳一样 只是两腿要同时做上下打水动作 身体要伸展 体会大腿带动小腿 用脚背向后推水的动作 屈膝要过大 开始可以憋起 连续打水5-6次 熟练后可打2-3次 做一次挖油小滑手吸气 延长打水距离 也可以采用自由泳的单滑臂技术 抬头吸气 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水中双人辅助练习 一人持肝站在岸边 练习者用双手抓住肝的一端 随着肝的上下移动 做躯干和腿的动作 用腰发力 双腿同时打水 身体的波浪动作要协调 路上做两臂动作模仿 这个动作的练习和自由泳一样 只是两臂同时滑水 等三步进行 双臂前抱 后推 侧前移 每组3-4次反复练习 待熟练后进行水中练习 水中双人练习两臂滑水动作 练习者的双腿夹在扶刀者的腋下 练习滑水动作 路上两臂与呼吸的配合模仿 两臂前抱时抬头 后推时吸气 侧前移时 低头憋气后开始呼气 反复练习 熟练后在水中练习这一动作 水中站立向上跳起练习 这是一个辅助练习加大难度的训练 向下滑水的同时 两腿蹬池底跳起 熟练后 由向上跃起过渡到向前上做愉悦跳起动作 站立水中双臂上举 屈膝用力蹬池底 身体向上向前跃起 使身体躯干露出水面 臂入水时低头钻入水中滑行 双臂入水时坐第一次向下打水 臂抓水时腿向上 当两臂滑至胸腹下部时 开始坐第二次向下打水 臂推水结束 打水结束 移臂时腿又向上 准备做下一周期的打水动作 叠勇配合技术应该是 速度均匀 节奏明显 每次打水的间歇时间大致相同 打水连贯有力 当前运动员都采用 2比1比1的配合技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